大家好,我叫童业,我来自中国辽宁,我在西北大学读了三年大学之后呢,转学到Saint Mary,在这里面,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两年,明天我就要从这里毕业了,我希望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这里的一些经验。 因为我在中国已经上了三年的大学,所以我感到可以做一些对比吧,把这里的大学和中国大学做一些对比。 首先,我想说一下这里的课堂是人数非常的少,所以你有很多机会跟同学和跟老师交流。 像我,这里的课堂呢,不是固定的班级,是你选某一些课,选某一些课的同学呢,大家就要一起上课,所以课堂不是固定的。 而且这里的老师和同学都非常的愿意帮助你,因为我们是从外国来的,刚到这里肯定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,包括语言呀,文化呀,生活上,大家不用害怕。 多跟同学交流,多问老师问题,这些都会解决的。 像我在这儿,今年的时候,因为我要毕业,所以我跟我的老师做了一个research。 我觉得这个经历对我非常有帮助,不论是对以后的研究生申请,还是工作,都是非常有帮助的。 这里的实验室的设备呀,一切都十分的丰富。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学习,你会得到的非常多。 当我刚到这个学校,刚到文化这个地方的时候呢,我感觉到特别的不适应,因为这个城市应该属来说比较小吧,而且没有什么娱乐的设施,所以我刚来的时候不喜欢这里。 但是经过了两年的学习之后呢,我就觉得我已经爱上了这里,因为这里的景色非常的漂亮。 这是你在国内所感受不到的,如果你在周末做好你的作业之后呢,你可以出去走一走,到维诺拉雷克啊,还有旁边的周围的山里啊,走一走。 我充分感受一下这个美国小城市的文化和风景,我觉得大家一定会爱上这里的。 最后我要说的是,留学生活一定是艰苦的,所以尤其是你刚到这里的时候,你一定会发现你有很多的不适应。 说语言,语言上啊,生活上,还有文化上,肯定会觉得有很大的差异。 但是我觉得,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坚持得住,等到最后你回头看回去的时候,你一定会觉得这两年的生活虽然很辛苦,虽然很孤独,很艰辛,但是一切都是值得的。 我们出国就是来,就是来感受,充分的感受文化,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只把注意力放在课堂上,也要多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,像volunteer啊,还有学校组织的各种concert啊,这些都是,你会有机会锻炼你的英语,而且会交到很多外国的朋友。 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,一定要多参加这里组织的各种活动,一定会受益匪浅。